願主與你們同在,也願你的心靈同在, 攻讀聖買高呼音,主願光榮歸於你。 那時候,耶穌顯然給十一位中途對他們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 信而受使的人必要得救,但不順地必被判罪。 信的人必有這些奇蹟相隨, 任我們名驅逐魔鬼,說新語言, 手拿毒蛇,甚說喝了什麼致命的毒物也不會受害, 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泉源。 主耶穌及中途說裂這詩話之後, 就被接升天,在在天主的右邊。 中途出去到處宣講,主與他們合作, 並以奇蹟相隨,證實所存的道理。 上主的話 中途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有什麼同,有什麼不同呢? 過去很長的歷史,教會很強調全教。 全教強調多些是教會, 講天主教,讓人認識天主教。 過去這十多年裡,我們用另一個名字叫做福傳。 福傳更加說內涵是什麼呢? 福音是什麼呢? 我們要將福音所說的耶穌基督和人分享。 特別你個人和主的關係和人分享。 所以中心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 另外有一個新的名字叫做新福傳。 意思是說福音是在, 不過因為人不同了, 所以時代都不同了。 我們需要用一個新的方式, 適合現代人的表達方式, 你去傳福音。 所以叫做新福傳。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福傳是向人傳福音, 你都要了解那些人是怎麼樣。 昨天幾篇讀經都給我們一些提示。 第一篇來自這個舊約的厄則, 這個尼亞先知。 她本身是一位小先知。 她出身是一個先制的家族。 自從這幫被衝軍的猶太人, 他們回來之後, 先知就鼓勵他們, 要重新更快, 要修建這個聖殿。 還有告訴別人, 看到正義歌曲我們聽到, 那些人抓住猶太人。 因為他們感覺到這幫人, 天主跟他們同在。 還有他們聽到, 天主時都跟他們在一起。 先知這篇的書信, 展示一個墨西亞時代的出現。 不只是為一個民族, 是向全民族的。 有位女士叫張秀青姊妹, 有一次她想去紐西蘭讀書, 差不多拿了獎學金。 不過, 不知怎麽聽到有人說, 需要有人去非洲傳教。 於是她都不知道怎麽算。 於是她跟媽媽說, 她說媽媽, 有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我不知道怎麽做, 想問一下你的意見。 因為有位非洲的神父來香港, 找教友, 做傳教師。 你的女兒是符合所有條件, 都想聽下你的意見。 如果媽媽沒有想, 馬上就說, 媽媽自然不懂, 我不給你意見。 但我知道, 你不會一世留在我身邊。 如果你想去的話, 你覺得好的話, 你去吧。 就是這份的鼓勵, 後來這個張姊妹, 都去了非洲傳教。 其實她身體很一般, 所以她都遇到很多困難, 或者是頗怕車的。 但她感覺到主要跟她在一起。 有一次, 有幾位女工去到她服務的地方求助, 但剛巧其他人都走了, 她又不是聽得懂那些普通話。 但是隱約到, 覺得有些大事不妙。 原來這班女工呢, 她接到通知, 當晚就要坐飛機, 離開這個毛利球師。 但她未得到, 取得應得的工資和護照。 於是她來呢, 求助。 於是她就, 帶這班人去見勞工部的部長, 投訴, 怎樣老闆對她們的種種不時。 而這一個張秀青姊妹, 她感覺到有一種力量, 挺身而出。 雖然她害怕, 帶著這班女工去到聖母帳面前, 首先祈禱, 然後出發他們的勞工部。 她懇求聖母馬利亞特別保護他們。 藉著這個過程中, 剛巧遇到一個副部長, 帶他們, 後來整件事很順利。 整個過程, 感覺到天主和她同在。 傳教不是在於做些什麼, 最重要是和人一起, 和他們共同面對困難。 在這個聖寶獨中圖的第二篇, 《獨經》這個帝默德前書。 帝默德可以說是聖寶獨中圖 第二次傳教的時間的得力助手。 在這個前書裡面來講, 她寫的好像一個爸爸寫一些文字, 鼓勵, 還有去勸勉, 使得她這個徒弟弟默德, 能夠很穩妥去目守這個地區的教會。 她都看到聖寶獨多次提醒他們 要為一切人祈禱, 因為天主是願意所有的人得救, 無論什麼人都是。 有另一個女孩子叫葉鳳鳴, 她都去了柬埔寨廚, 已經有21年多這麼長時間, 在她未去之前, 在香港做了很多社運的工作, 她本身都從事一些組織推動, 記得她有一段時間, 在教區某機構服務, 她開電單車的, 很厲害。 後來她接觸裡面來講, 她的感覺到, 教會需要多些關心窮人, 於是她去到柬埔寨, 最初她安排在城市裡面全革, 但覺得太舒服了, 覺得不行, 我要走入村。 所以她主動地入村, 因為她認為入村呢, 是最遠的地方, 也是最缺乏服務的地方。 在她最初的時間, 她說讓小朋友認識的, 未必是教會, 而是有人去跟她們一起教她們, 也都讓父母認識了之後, 她們再辦一些青年活動, 讓她們能夠慢慢認識天主教。 最初為她們講故事, 而最基本的, 讓她們長大之後結了婚, 她們會記得你曾經教過她。 她說這種潛移物化, 是最基本的, 縱使她們未必入教會, 至少她們做一個乖的孩子。 這位葉鳳鳴姐妹, 她覺得傳教士, 是要將愛和美好的事物, 去告訴別人, 因為耶穌基督本身就是我, 而最重要, 是要透過服務, 無論你怎樣忙碌, 也都去探訪貧窮的人, 而透過貧窮的人, 你能夠找到耶穌。 當你受到誘惑或者沮喪的時候, 你就利用這些時間去探窮人, 因為在窮人身上, 你會得到力量。 在剛才聽著買的福音, 耶穌說你們要往普天下去, 是向什麼? 是向一切受造物, 不僅僅向人, 是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 我們很驚訝, 耶穌很強調是萬物。 首先, 每一個人都將目光擴展到全世界, 而每一個受造物其實都是被天主所愛的。 福音這個宣告, 推翻了我們人, 自以為是宇宙的主宰或者中心, 讓人明白到我們沒有權力, 以自己的喜好來操縱大自然, 同時被人類指出了一種新的關係, 不單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亦都包括了和整個環境, 植物動物之間的關係。 確實, 福音的宣告一直是有奇蹟陪伴, 有時是非常之特別, 不過這些未必是一些證據。 福音的宣告的信息的傳遞, 本身就是一個證據, 表明救恩的行動, 儘管有無數的反對, 天國一定會圓滿地實現。 中途他們施行了很多的奇蹟, 不是為了和法術或者算命競爭, 而是為了見證這位復活的耶穌基督, 仍然繼續在我們世界上工作。 可能大家認識一個傳教士, 已經在香港六十多年的恩寶德神父, 有沒有人認識他? 他講一操手, 講廣東話非常之厲害。 他在香港已經六十多年, 最初那個時間,二十多三年, 他在工廠那裡服務, 所叫做工人神父。 後來他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他特別強調傳福音。 過了二十多年, 和一班青年人去到全世界的地方, 去辦一些福傳的活動。 他認為傳教士要投音, 和融入當地的文化, 不是一次兩次, 是需要較長的時間, 和當地人相似。 和恩神父認為, 不需要太緊張做些什麼工作。 有很多時候, 太緊張做什麼的時間, 你做教師, 護士, 諸如此類。 其實, 可能很多人都會做, 所以這些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 和人一起生活。 一起生活的時間, 就能夠分享到其他人的困難痛苦。 而在這一個的分享過程當中, 會經驗到救主耶穌基督的臨在。 所以福傳呢, 最重要是播種, 而不是收穫。 所以今天三天的讀經, 也都給我們三點的反省, 和回應。 第一, 主耶穌基督的救恩, 是為一切的人, 同樣福傳呢, 也都是要向所有的人。 生活中, 我們要學習, 不要拒絕任何人。 任何人, 都是我們福傳的對象。 由於時代不同, 福傳也都需要用新的方法, 新的態度。 因此, 福音也都需要新傳, 正所謂新福傳, 用適當現代人的方式, 來去傳福音。 第二, 我們要主動去接觸窮人, 更加容易幫助我們接近耶穌基督。 主耶穌說, 當我沒有東西吃, 沒有衣服穿, 我病, 在醫院, 坐牢的時間, 你們探給我的時間, 就為耶穌而做。 所以, 我們需要學習, 主動關心, 以及幫助一切基層的人士。 第三, 主耶穌基督要我們向一切受造物, 去傳福音。 因此, 每一個受造物, 都是使得我們能夠道向, 接近天主。 我們要尊重和愛護, 人是沒有權力去破壞大自然, 去操縱大自然。 相反, 我們需要用一種新的關係, 一種尊重的態度, 不單止人與人之間, 也都包括了和環境, 動物、萬物之間的關係。 使得我們不單止很適當地去管理萬物, 亦都適當地去治理萬物。 因為當我們能夠懂得和萬物, 和尊重萬物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尊重創造萬物的天主。 以為我們能夠不足為了整理萬物。 我們會把尊重創造的設備, 一前, 一前, 一敗的第一次, 二前一期, 三次! 二前一,